1985年诞生于日本的著名玩具品牌森林家族 以精致可爱的动物和细腻的配件深受人们的喜爱 继关东磁城的主题乐园深受好评之后 3月20号日本第二座室外型森林家族乐园在关西大阪正式开幕 以森林可爱动物为主角的玩具系列森林家族 故事中的景物几乎全部在线 多系列玩具屋按等比例放大 包括经典的森林小镇 主角朱古力兔家族居住的红顶塔楼 森林家族历史馆 冒险树屋 宝宝空中所到 闪亮湖等建筑设施 人气朱古力兔家族和各家族宝贝们 继续引领着一幕幕新的森林童话 受疫情影响 玩具屋尚不开放入内 可从屋门口观看内部精致装饰和玩偶 游客和粉丝兴致不减 不少人特地来重温这份难能可贵的童年美好回忆 互动项目预计4月开放 届时可在红色乌檐的大房子 和兔子玩偶喝茶聊天 帮兔子宝宝换装 体验成为森林家族的一员 红顶塔楼建筑内 站到指定家具或角色前 朱古力兔会过来搭画 小时我喜欢的シルバニア 非常高的彩元度 非常可爱 我看着シルバニア 这些地方会有充足的 即刺城县流光森林内首座1000平米的森林家族公园深受好评 此次大阪收获之秋公园内主题乐园占地约4500平米 新建风之秋舞台和即将于4月登场的梦幻城堡游乐园等设施 日本森林家族自1985年推出玩具屋产品 在约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今年迎来35周年 置身于欧式花园中处处温馨可爱 玩偶栩栩如生令人沉迷其中 大阪收获之秋公园是大阪最著名农业公园 占地面积35公顷 内设有大小马种的马场 后轮驱动的沙漠赛车 冒险运动经济等精彩项目 共亲自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